今天我们再来讲一款新车 这款新车很有可能是 Honda Malaysia 在今年会引进的新车 它就是去年的11月刚刚在泰国市场发表的 Honda City Hatchback Honda City Hatchback 顾名思义它就是 Honda City 的 Hatchback 版本 而它主要出现是为了取代原本东南亚市场的 Jazz 因为在之前虽然 Honda 已经发表了新一代的 Honda Jazz 或者 Fit 但是这款车型只是专门瞄准日本市场 中国市场还有欧洲市场 所以他们才会特别开发出这个 City Hatchback 在亚洲太平洋市场发售 其实除了东南亚以外 像是这个南亚例如说巴基斯坦或者是印度 还有澳洲市场等等都有可能会贩售这款新车 在这个外观细节上面 Honda City Hatchback 的车头设计基本上和 Honda City 四门版本是一模一样的 它也是有普通的版本也是有 RS 的版本 当然这个全LED的头灯组也是会出现在这个 City Hatchback 的上面 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它的车尾 它的车尾采用了这个比较运动化的流线设计 所以看起来 这个运动氛围的营造比起 Honda City Sedan 更为出色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那个 3D 的 LED 维灯 夜晚看起来这个识别度非常的高 而且我个人也觉得这个 Honda City Hatchback 的这个车侧的造型设计 比起 Honda City Sedan 还要好看 但是基本上它们的这个空间表现都是一致的 主要的差异就是在这个车尾而已 我们来到了内装 基本上在这个内装设计上面 City Hatchback 跟普通版本的 City 是没有差别的 同样的也是有一个 8 寸的出屏主机 支援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全新的这一个方向盘 握感不错 还有 Paddle Shift 然后就是传统的这个执震仪表 然后我个人是特别喜欢这一个 Honda City 不管是舌弹也好 Hatchback 也好 它们的前座座椅设计 支撑性 柔软度 包覆性都很好 这个是目前我在 B-Segment 车款上面看到 比较不错的座椅设计 至于重点就是这个车的后排设计 因为 City Hatchback 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取代 Jazz 的地位 所以它继承了 Jazz 引以为奥的 Ultra Seat 设计 这个 Ultra Seat 有多种的模式 你可以把它完全倒屏 你可以获得非常出色的空间表现 你也可以把它折低 让它获得比较高的空间表现 例如说你可能要 运载这个花盆等等 你都可以用这个 Tall Moon 来载它 至于说偶尔你去这一个 Ikea 买东西的话 这个后排完全倒屏 它可以满足你的载务需求 也就是说这个 City Hatchback 的空间运用表现 非常非常非常的灵活 所以它的出现就是为了满足像是我们这样 时常在市区驾驶 可是又不喜欢 Sedan 的消费者 虽然说它是 Hatchback 车型 但是实际上它的可运用空间表现 并不会比 Sedan 逊色太多 所以我相信这款车来到马来西亚市场之后 它也会是一款热卖的车型 目前在我国 还有这个泰国已经登场的 Honda City RS iMMD 版本 已经搭载了这个 Honda Sensing 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可是目前我们在这个 City Hatchback 上面 还看不到这些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 它拥有的就是我们熟悉的 Honda Landwash 6气囊 VSA 施迫起步辅助 等等 在这个安全配备上面 它并没有太逊色 但是我个人希望 未来马来西亚版本 如果可以拥有这个 Honda Sensing 主动安全配备的话 它会更加分 在引擎的部分 目前这个 Honda City Hatchback 有两种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就是泰国的 1.0 VTEC Turbo 引擎 这具引擎最大的马力是 122 PS 峰值扭率 173 Nm 匹配的是 CVT 变速箱 但是因为泰国的这个 Eco Car 法规 所以这个 1.0 VTEC Turbo 版本 只会出现在泰国的市场 而早前我们从印尼的媒体处获得消息亚 未来在东南亚其他市场 例如说印尼 甚至是马来西亚 都可能会采用 就是跟这个 City 舍战上面一样的 全新 1.5 IVTEC 自然进气引擎 所以大马力表现是 121 PS 峰值扭率 145 Nm 但是对比上一代的 1.5 自然进气引擎 它的峰值扭率的 涌现区域从原本的 4600 转 进步到 4300 转 也就是说采用这具引擎的车款 它的低速起步表现会比起之前的车型更好 所以这具引擎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我个人开了 City 舍战过后 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引擎的表现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重点的地方了 就是它的售价 根据之前这个印尼媒体曝光的消息 这个 Honda City Hatchback 它的售价是比起 Honda City 舍战便宜一些的 但是会比起 Honda Jazz 贵一点 其实这个也是合理的 在之前我过的 Honda City 跟 Honda Jazz City 的售价是略为贵过 Jazz 一些的 所以未来这个 City Hatchback 来到我国之后 它的售价理所当然的也会比 City 舍战便宜一些 可是在这个配备等等升级之后 如果它的售价比现行的 Jazz 还要贵一点点 我相信消费者也是可以接受的 而这个售价也非常的重要 我相信售价会影响 Honda City Hatchback 能不能在本地热卖 但是以 Honda Malaysia 一直以来的这个操作啊 我相信这辆车的这个售价 一定会有惊喜 而且不要忘记 我们的这个汽车免销售税优惠 一直会持续到 2021 年 6 月 30 日 最后就是这款车在我国的发布时间 其实目前 Honda Malaysia 并没有公布这辆车 会不会登陆我国或者是即时登陆我国 但是我们相信引进我国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至于正确的引进时间 我们预计会在今年的上半年 所以这代表着我们很快的就会和这辆车见面 不知道在荧光幕或者是在手机面前的各位观众 对这个 Honda City Hatchback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哦 你的留言非常重要 记得一定要留言 然后顺便按赞订阅 好啦 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 我是 Ivan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